最强老爸连叔又出来救人了 这次是逼录营救 可能你都无法想象 眼前这个老头实际年龄比成龙还大两岁 1994年他拼借出演《希特勒》的名单 提名为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但可惜的是那年败给了汤叔 1996年拼借奥西盖天 拿到了当年的《威斯尼》电影集最佳男主角 之后他又接连出演了《星际前传》 《纽约黑棒》《真业之上》的影片 但都反响平平 直到2008年 一部《飓风营救》 又成功把他拉到了法莱坞顶级名行列 从此以后他又在营救道路上一发不可收拾 这次的任务有点严峻 他必须驾驶一辆大卡车 经过快要融化的冰面 把重达30吨的货物送到对面的矿山上 难度细说八个精 先看看这被大雪覆盖的山路 开过车的老司机应该瞄懂这种山路的恐怖 中间还必须经过数段冰路 没有驾驶经验的估计分钟掉入水中 丧命于此 既然天气不好 路况又这么差 为什么还要去呢 因为就在几个小时前 加拿大移出钻石宽景 发生了爆炸 宽景下面的工人瞬间赶源到地震山摇 见过市面的队长立刻呼唤大家疏散 结果一个倒霉的矿工擦出了火花 大量贪大的碎石堵住了通道 几十个来不及疏散的矿工 被困于百米深的警底 老板马上将事故上报给警方 警方对于这种事故也是无可奈何 于是他们找军方求助 可是目前能用的直升机 无法携带这么重的救援设备 时间紧迫 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 用大卡车把救援设备送到山上 矿产公司找到老黑 他是卡车行业的老大 听说要在36个小时内 把30吨的救援设备送上山 还要经过即将融化的冰面 老黑觉得这是一趟有去无回的任务 不过重场之下必有勇富 加上这是个救援令务 老黑决定硬着头皮试试 首选人就是我们的营救专家连书 他在加油站受到了招募感性 二话不说就带着精神异常的弟弟前去报名 虽然这是趟要命的任务 但是连书不去不行啊 从伊拉克战场上下来的弟弟 常年被战争后遗症折磨 慢慢变得精神异常 简称弱智 公友还动不动欺负的 有一次刚好被出车回来的连书看见 他二话不说一拳干到了公友 但也丢了工作 两人不能喝西北风啊 在20万美金的诱惑下 兄弟俩接下了任务 弟弟虽然有点弱智 但是他对机械维修却非常惊讶 一番操作后直接符合了老黑的心 第二个就是小美 他曾经是老黑的得力出手 尤其擅长卡车的飘移 但是很明显 他唯一不足就是太年轻 因为愤青的脾气经常出门惹事 前不久刚刚被送进拘留所 老黑花了50美金才把他捞回来 说实话 国外送礼办事的力度 好像有点那个傻哈 在我们这儿不给一条滑子 谁给你放人啊 因为途经的兵面十分危险 研究社会一共拿了三套 分三台卡车运送 这样只需要一台卡车到达目的地 就可以完成任务 几个人出发前都签了合同 事后能拿到20万的飞红 如果有人半路挂了 奖金会自动累积到最终到达人的身上 经党细算的矿产公司 还叫来了保险监督员监督 如果发生意外 全部算在保险的头上 出发前每个人都拿出了一个小人 放在了车头 为了抄进路尽快解决矿工 他们要经过一个60年代修建的围桥 才能在工人缺养前到达目的地 三台车在冰面上云速的前进者 保险监督问小美 为什么要放个摇头娃娃 原来老司机都能通过摇头娃娃的幅度 判断出冰面压力的大小 来控制合适的车速 这样才能避免掉入湖中 三辆车缓慢的前进者 突然老黑的车水温升高 停在了冰面上 要知道冰的下面就是一潭湖水 卡车的行驶速度过快或者过慢 都会使冰面破裂酿成惨剧 而偏偏这时 黄色卡车停了下来 长时间的冰路停留 零胎对冰面的压强会不断增大 致使冰面破裂 按照规矩他们应该继续前行 放弃黄色卡车 可是连叔怎么会做这种见死不救的事 他驾驶着卡车到车回来 准备用牵引绳拖拽黄色卡车 而就在牵引绳刚刚挺好的时候 不幸发生了 倒霉的是老黑的脚 也被牵引绳死死绑住 前面不知情的两两卡车见状 开始启动卡车 拖拽沉用水中的黄色卡车 结果牵引绳将老黑的脚 直接拍断拖入河中 小美下车观察 看着只露出头部的老黑大喊 众人看着领弯和分的老黑 沉默了一下 但是更要命的情况来了 整个兵面开始破裂 顾不得伤心 连叔和小美各自上车 驾车逃命 由于车速不断加快 前方已经产生了压力波 兵面开始上下浮动 多年的经验告诉连叔 赶紧站在迎宾踏板上 准备随时跳车 仪表态上的娃娃 摇得像波浪鼓一样 这时连叔看见了淤泥路段 他加快车速 想尽快驶出去 结果前面出现了血堆 本来连叔打算 从S型绕过去 但速度过快 兵面太滑 两辆车接连失控 奇迹发生了 大家都没有受伤 兵面也停止了开裂 原来车辆倒落以后 让兵面受力面移 从几个轮胎切换到了整个侧面 压力被分散了 这才让几人捡过了一条小命 经过这场死里逃生 保险员吓破了胆 他提议现在掉头回去 他不想送死 连叔告诉他 回去的路 兵面只会越来越薄 而往北会越来越厚 如果想走 那就尽快点 因为北边不远处出现了暴风雪 他走慢一点 就会被活活冻死 而连叔决定 扶整卡车 继续往北去 小美也决定跟上 保险员见状 也无话可说 不过他提出了一个疑问 就是一辆新的卡车 怎么会抛锚呢 带着这个疑问 连叔找到了小美 在他的咄咄逼问下 小美逃出了手枪 但是转眼 就被当过兵的鼓励搅袭了 为了安全起见 连叔暂时绑住了小美 把他放在了副驾驶上 剩下的人 用底盘相互牵引 将货车拉正复位 连叔提议 他和弟弟进去 检查货物是否受损 保险员监督小美 谁知道他们刚进去 车门就被保险员 反锁了起来 原来保险员才是真凶 他收到了老板的贿赂 故意拖延救援的速度 其实矿场的爆炸 就是老板通工减料导致的 如果被查出来 保险公司会去赔 老板会赔个底朝天 还要坐牢 现在只要工人 全部困死于井下 能成意外事故 有保险公司赔偿计合 所以老板高价 收买着保险员 从中使坏 保险员打晕了小美 然后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炸弹 扔在了连书的车下 而他开着小美的黑色卡车 继续前进 被困在车内的连书兄弟脸 找到了一根管子 俩人不断去撞击空调的位置 而车下面的炸弹引擎 也在不断缩短 眼看就要爆炸 俩人成功打开血口 连书跳出车外 刚好小夏就是炸弹 保险员看着远处剧烈的爆炸 满意的离开了 哥俩走过了炸弹 但没能躲过破裂的冰面 眼看雪越下越大 仅靠步枪根本走不出去 哥俩赶紧利用车里有用的物资 准备把车头从冰里拉出来 然而脚盘在过低的气温下 看起点全部断裂 最终承受不住这么大的重量 直接连着底座飞了出去 红色车厢很快便沉入河中 营救矿工的希望 只能寄托在小美的那辆卡车上了 连书意识到 这一切都是个阴谋 一切为了利益 罔顾他人生死的恶毒计划 兄弟俩决定驾驶追上保险员 麦保险呢 驾驶着黑色卡车和矿长见了面 他为那辆卡车是否已经解决掉 保险员点点头 然后他指示保险员 制造一起卡车意外事故 把这辆车和司机一起处理掉 麦保险呢 立刻心领神会 这样老板就能得到完美的赔偿 也不会落人口实 一切布置完毕 麦保险呢 上车贴起小美 想在设计前玩点新花样 哪知小美早就醒了 他趁着保险员色星大发的时候 将他打下车 开车逃跑 而保险员不要命的抓住卡车迎面踏板 在最后时刻扯断了油管 滑到一旁 黑色卡车不断漏油 麦保险呢又在后面死命追赶 小美情急之下联系到了连叔 哪想到连叔此时也被歹徒威逼着停车 不过连叔立刻意识到了什么 他跟弟弟交换着眼神 假装同意 趁他们不备 同时打开城门 歹徒两人纷纷掉了下去 此时小美的卡车油辆耗尽 停在了路中央 保险员也追着上来 小美用枪逼腿保险员 但是一个弱女子始终不是一个恶魔的对手 就在小美哭泣绝望之中 连叔飞驰而来 将保险员连人带车撞下山去 罪有应得 谁知道这货居然把安全带并无大碍 死里逃出了他拿着炸弹骑上摩托车 上了山峰的最高处 埋下了几颗炸弹 轰的一声血崩开始 我们不能够住在这里 我们不能够回来 我们会让它 我们会让它 你决定了 你有更好的想法 连叔虽然及时夺过了雪崩 但小美却没这么幸运 她被一颗树枝扎伤胸口 还好没有太大的生命危险 兄弟俩帮小美包扎好伤口 送到了红色卡车里面 此时我非常好奇 两个大男人是怎么给一个妹子 包扎胸口这个位置的 你没懂的 三个人加上货物继续前行 抓紧时间将救援物资送去宽景 因为还不及时赶到的话 井里面的工人会因为缺少氧气 全部缘命于此 连叔刚走出去没多远 卖保险的又开着黑色卡车紧追起后 连叔在雪地路段 凭借高托的技术 几个飘移甩尾 成功阻挡住他的前进路线 但是上了冰路以后 就没有这么合适的空间 施展高托技术了 连叔被撞到七昏八速 最后实在是忍住不住 在高速行驶中 上了保险员的卡车和他对打起来 也成功逼迫车子停下 而小美和古地驾驶着卡车来到了桥头 看到警示后才知道别说车了 现在光货我就已经超过了承载的极限 现在换其他路线根本来不及了 小美忍着驱动出 他来开 这种情况他见得多了 结果行驶到一半 文台打滑 古地下车把防滑垫垫上 此时桥上的钢索开始断裂 小美也不知所望 终于在最后一秒将货车安全开到对面 连叔和保险员连分大战 但苦于年纪偏大 体力渐渐不值 最后也是用计抓住机会 全速启动卡车 小美和古地虽然顺利过了微桥 但不见连叔回来 于是下车查看 没想到车子开着大滑 古地想关门顶住车子 想不到被夹在了中间 小美虽然加了防滑垫 开走了卡车 但被三十吨的卡车这么一挤压 别说肉体烦胎了 美国队长估计也扛不住 连叔也在这个时候赶到 但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弟弟 慢慢停止呼吸 从伊拉克战场上下来以后 他就基本上没有说过一次的完整话 但是这次他说了一句 矿区这边警方正式介入 老板以为保衍员搞定了连叔 想必下面的工人全部都会缺氧而死 正在和警察商量后事 结果一个工人看到了卡车十进的矿场 于是摁响了紧急警报 很快救援装置立了起来 被困在井底奄奄一息的矿工 也在众人的合力研究之下幸免于难 众人纷纷欢呼雀跃 他信老板的小算本也忠于真相大白 矿场为了答谢连叔给了他一张支票 连叔在最后买了全新的黄色大卡车 找到了小美 俩人过起了没修没造的卡车生活 对于这部兵务营救怎么说呢 看着年近七十的连叔 还在为了影迷不停营救 真心想夸一句真汉子 本篇新鲜之都六个星 还是可以一看的 有想观影的小伙伴可以评论去留言 我是初遥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